当我第一个冲出高考考场 还在想着家人答应我的惊喜时 其他学生已经陆陆续续出考场了 我相信父母这一次会遵守承诺 然而我却等到了天黑 此时考场外只剩下我自己 我独自走回家时 已经是第二天凌晨 开门的我正好遇到 簇拥着表弟回家的爸妈 我觉得好笑 原来你们没有忘记承诺 只是记错了承诺的对象 后来我再也不奢求家人的爱 选择去遥远的城市读书 一向忽视我的爸爸妈妈 这次却慌了 考场离家很远 我身上没有一字钱 热闹的人群早已散去 只剩我自己执拗的 在考场很好 我等到日博西山 也没等到爸妈的身影 独自走到家时 我的两条腿像是被灌了签 几乎抬不起来 夜深了 路灯已经熄灭 但我却听到了熟悉的说话声 谢谢爸妈 你们准备的惊喜 我很喜欢 小你喜欢就好 今后你就吃个大孩子了 爸妈都为你高兴 表哥没有礼物 会不会不高兴啊 他敢 老子打断他的腿 说话声越来越近 我妈更不想看到 小人得志的表弟 眼泪不争气地落下 我捂住嘴巴 却还是露出了几声哽咽 表弟的父母出国务功 从那以后 表弟就借坐在我家 我本来很心疼 这个和我同岁的弟弟 任何东西都愿意分他一分 但表弟总是表现得 很没有安全的 他无时无刻 需要我父母的评论 不出几个月 他就从最初的姑姑 姑姑改考叫了爸妈 自那之后 爸妈的眼睛里 似乎再也看不到我了 他们好像随着表弟 清脆的喊声 渐渐遗忘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最初 他们忘记给我开家长会 反而去了表弟的班级 后来的餐桌上 爸妈遗忘了我的口味 中考前 我发起高烧 他们去接表弟 说 马上回来 我在床上等啊 等到天黑 等到烧成了肺炎 我回忆着这一切 心中逐渐有种酸楚在蔓延 他们明明无数次说过 等我高考结束那天 一定会为我准备惊喜 所以 我今天只带了单程的路费 我像是在和自己较劲 我偏自己说 这次他们一定会来 可惜我又输了 我弟吹着头 像过往无数次一样 在心里替爸妈找借口 或许他们也不是故意的 只是碰巧 去了表弟的考场 碰巧表弟想要礼物 碰巧他们就去了商场 刚好遗忘了我 这样想着 心又开始隐隐作痛 我忽然想起 围在考场外采访的记者 把话筒举到我面前 或我作为第一个出考场的考生 心情怎么样 我伸着脖子看向周围 说我很开心 想马上和父母分享喜悦 好可惜 我的父母似乎并不在乎 哪怕我每次都是全校第一 哪怕这是我的高考 三人的对话忽然停住 我抬头 正好对上表弟挑衅的目光 隐隐的月色下 他的眼睛不脆了 是表哥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听着他苟杖人士的声音 我硬生生把眼泪憋了 这是我家 我当然要回来 毕竟我成绩好 要好好研究一下 到底该选那所大学 这些年 成林一直在明里暗里的 和我比较 他个头不如我高 成绩不如我好 就连打游戏 被我吻压一头 我不知道 他是因为比不过我 才更想去争夺爸妈的爱 还是把心思 都放在讨好爸妈身上 所以才到处都比我差 果然 我的话刚一出口 成林的声音中 就带上了委屈 爸妈 我这次可能考不过表哥了 你们不会怪我吧 我最讨厌他 这副故意讨好的样子 毫不留情地回对 你可不是这次考不过我 自从你来到我家 就没有一次能考过我 话刚说出口 一阵天旋地转 我在地上做了半嗓 才被脸上火辣辣的疼痛 和爸爸的怒吼 挖回思绪 你在炫耀些什么 谁允许你在小林面前攀比的 什么叫来到你家 这里是我们小林的家 我听着爸妈的骂声 半天没缓过神来 我没有炫耀 我就是方方面面都比他强 而且爸爸妈妈 如果这是你们和成林的家 那我呢 我一只手捂着肿胀的脸 另一只手撑在地面上 想要站起身 可是双腿走了太远 已经完全不听使唤 我再一次跌坐在地 我不想在成林面前这样狼狈 就在我又一次 努力站起身的时候 妈妈冷吃一声开口了 白话 你做这副样子 给谁看啊 你爸打的是你的脸 不是你的腿 你真是学习学傻了 装都不会装 哪怕已经有无数次 被冤枉的经历 可这一次 我忽然觉得好累啊 我确实装都不会装 因为我每一次受到的伤害 都是真的 和过去的无数次一样 这场插曲 只一夜就被爸妈忘记 他们没有向我道歉 也没问我究竟是如何回的家 餐桌上 爸妈争先口后的 往成林碗中加菜 想用偏爱的方式 弥补他永远都考不过我的遗憾 成林得意地灭我一眼 我懒得接招 继续吃饭 因为今天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 不能耽搁 当我怀揣着期待 再一次看向挂钟时 敲门声终于响起 我刻着住 从椅子上弹起来 去开门的冲动 刚站起身 成林就抢先拉开了家门 柳如烟 我的同桌 也是我最孤立无缘时 唯一照亮我的光束 我有些紧张地握住手 想着怎么对家人介绍它 就在我组织好语言 刚要开口时 成林刺耳的声音 抢先响起 爸妈 你们看 这是我女朋友如烟 我像是被浇了一盆凉水一样 愣在原地 成林的女朋友 我眼睛一眨不眨地 盯着站在门口的二人 试图在柳如烟的脸上 找到些解释 可是 除了她眼中的嘲讽 我什么都没看到 柳如烟先甜甜地 叫了叔叔阿姨 然后和成林并肩出了家门 看着他们亲密的样子 我怀疑自己的记忆出现了问题 明明是她先对我表白的 她说喜欢我 想和我上同一所大学 和我有个家 我每一次要撑不下去的时候 都在幻想着我们的未来 然后更加美 可成林为什么说 柳如烟是她的女朋友 我忍无可忍 追出门去质问 坏来的却是两人 毫不留情地嘲笑 白话 我不过是在无聊的时候逗逗 你怎么还真和条狗一样甩不掉了 我看着面前 食指相扣的二人 如坠冰窟 他们亲密的姿态不思作为 这只能说明 一切都是真的 成林不仅轻而易举地 抢走了我的父母 而且早就和柳如烟在一起了 我扯出一抹自嘲的笑 我想 算了 就算一切都是假的 但我的成绩是真的 也许 我应该离开这里 可这样想着 我还是觉得不敢 为什么却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可以解除 老是口中超纲的题目 但是永远都解不开自己的困境 见我站在原地 柳如烟带着些嘲讽开口 你哥怎么了 被刺激傻了吗 成林笑得格外张狂 那他如果知道 是你把他的所有笔记都扔掉 会不会直接自杀 咱们还是快走吧 舔狗万一发疯咬人 可怎么办 原来我付诸所有心血的笔记 是这样消失的 身体比大脑更快一步行动 我的巴掌直接甩到了成林脸上 接着 我就被一股力气踹跪到我地 你也这样 你敢打你弟弟 我毫无防备 膝盖着地 擦出一大片伤口 我回过头 不可置信地 看向改来的爸爸 是他们连手玩弄我的感情 是他们丢掉了我的笔记 但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脸颊就被爸爸狠狠甩了一巴掌 你这个小肚鸡肠的畜生 给你弟弟道歉 在路人嘲讽的目光中 我撑着地面慢慢起身 目光扫视过面前几人 是成林让他女朋友 故意接近我 丢掉了我的笔记 我做错了什么 我为什么要道歉 匆匆赶来的妈妈 没有看到我的膝盖在流血 反而心疼地去查看成林的情况 好孩子 快让妈妈看看 你没事吧 我看着他紧张的模样 绝望地开口 妈 我只是打了他一下 但是我 妈妈拧着没打断了我的话 白话 你太过分了 喂哥哥 你为什么不能让这弟弟 听着妈妈质问的声音 我心如刀割 我连爸妈都让给他了 你们还想我怎么让 我的声音很大 四周的路人渐渐停下脚步 向着这边张望 爸爸最爱面子 如今脸色铁青 你说把我们让给了弟弟 我们这不是也把你养大了吗 我看着他被气到颤抖的模样 心中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涌动 是 我是长大了 但我是怎么长大的 这些年 你们关心过我吗 昨天我独自从考场走回来 你们知道吗 听了我的话 妈妈面上忽然闪过些错愕 白话 他似乎终于想起了 我们说过无数次的约定 我一定会考上好大学 在那一天 他和爸爸会早早的在考场外等我 成林忽然开口 打断了妈妈的话 妈妈 对不起 我不知道这些 可是那天我有点重数 不然我也不会让你们接我的 听了成林的话 我嘴角划过一丝无奈的笑 因为我已经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些事 妈妈迅速拍了拍成林的肩膀 表示安慰 然后你没看见我 白话 你就是这样对待弟弟的 成林不舒服 我们多陪陪他 有错吗 你现在的嫉妒心太强了 你给我滚回家 去反省 得不到成林的原料 你就一直不许出来 我最终没有道歉 但我还是出来了 因为他们一家 要带成林去旅游散心 怕把我锁在杂物间 会饿出人命 在他们心里 我似乎还是那个 刚刚上厨中的小孩 被关起来后 只会不知所措 他们忘记了 我长大了 这张单薄的木门 如果我想出来 根本拦不住 可我什么都没做 只是站在客厅 看着他们快乐离去的背影 然后扔掉了 从小一直珍藏的相册 我早就在相册 留好了位置 等待放上我高考结束时 一家三口一起拍的照片 我没等到 也不想要了 现在的我 只想离开 越远越好 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 要去多久 没人告诉我 也没人留给我一分钱 膝盖的伤口没有处理 我一拳一拐地去了小区诊所 诊所的医生 是个很和善的阿姨 一见 我就夸张地喊了起来 这不是第一个 出考场的导生吗 我见过你 没想到是一个小区的 接着他的目光下移 看到了我溃烂的伤口 天哪 怎么伤成这样 你爸妈不管你吗 我扯出一个抱歉的笑容 我爸妈出去旅游了 我 我没有钱 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 不愿意在别人面前示弱 或许是伤口太痛 或许是心里难受 我说完这句话 眼眶不由自主地红了 医生被我吓了一跳 连连摆手 不要钱不要钱 阿姨给你上药 这伤口里还嵌着沙土 你也太不小心了 再拖下去发言了 可不得了 我静静地坐着 看着阿姨一边责备 一边涂药的样子 眼泪大颗大颗砸落下来 我忽然想起 成林没来的时候 妈妈也是这样关心我的 责备是因为爱 可现在 他们的责备 只是因为偏心 我不想继续待在这个 没有丝毫公平可言的家里了 上完药 阿姨贴心地拿了瓶水给我 我接过道谢后 静止走去了学校 我把水给了门卫 向她打听了班主任的住址 明明一个电话 就能解决的事情 可是我没有手机 爸妈说 玩手机会影响学习 转头 却给成林 买了最新款的苹果 想到这些 我的心又开始一下下的疼 顶着烈日 走到张老师家时 我已经被晒得一阵阵发孕 惯性张老师今天在家 他见到狼狈的我 吓了一跳 急忙把我让进家中 打开冷气 我坐在开足了空调的客厅沙发上 连喝了两杯水 才感觉自己还活着 张老师上下打量我一圈后 皱着没开口 白话 你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他们虐待你 你和老师说 老师这就帮你做主 我打断了张老师的话 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 老师 他们只是出去旅游 忘记给我留钱了 我能不能找你 话没说完 我的眼泪再次掉了下来 我默默垂下头 用手捂住脸 为什么 我不明白为什么 老师愿意帮我 素未谋命的医生也愿意帮我 可偏偏只有我的亲生父母 是如同好几 或许是我哭的太太 张老师的眼眶也跟着红了 他忙不迭地抽出纸巾 帮我擦眼泪 又掏出一千块钱给我 白话 你是老师最骄傲的学生 你这么努力又善良 你会有最美好的未来 别被原生家庭绊住脚 你要往前走 我死死攥住老师的手 哭得难以自持 张老师留我在家吃了一顿饭 师母去买菜前 特地问了我爱吃什么 我哄着眼眶大口八分 心中似乎没那么难过 我为什么一定要执着去追求父母的爱 这个世界上 爱我的人明明有很多 出城际这天 旅游回来的一家三口 和上门采访的记者 撞个正正 一群人乌乌泱泱泱开门进来时 我正捧着一桶泡面 妈妈脸色有些难看 紧走几步夺过了我手中的面 白话 你怎么吃这个 等一下爸妈给你做顿好的 爸爸也上前几步 把手中的游戏机往我手里塞 你看 这是我们给你带的礼物 我觉得好讽刺啊 如果是从前 他们愿意为我下注 为我准备礼物 我一定会开心地写到日记里 然后把日记本塞在枕头下 做个好梦 可现在 我只觉得虚伪 我没接 露出一个礼貌的笑容 客客气气地开头 这就是成林早就念到的游戏机 我不需要 爸妈脸色一僵 从前哪怕他们随手 给我成林不要的东西 我也会满心欢喜地接过来 珍藏起来 但是现在 我只是面色如常地 夺回妈妈手中的泡面 你们去旅游 一分钱都没给我留下 这是我之前买的面 真可惜 接着 我对面色古怪的记者 露出一个客气的笑容 不好意思 等我几分钟 爸妈脸色铁青地走到我面前 隔绝了众人的目光 小声说道 白话 你别闹脾气了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别让爸妈下不来台 我细心咀嚼着嘴里的泡面 接着又喝了口汤 你们总说我不会装 那我只好说实话 爸爸怒急 一把先翻了我的面 汤汤水水溅了我一身 他直接扯住我的领口 大声训斥 孽障 老子费心费力 把你培养成省壮 你最好想想再开口 在我小时候 最怕被爸爸这样揪住领子 那时小小的我 还读不懂人心 天真的认为我的父母 必定是爱我的 所以经常 无自量力的和成林作对 每每被他告状 爸爸就会这样把我拎起来 衣领会卡住我的脖子 我双脚离的 无法呼吸 只能拼命挣扎 可现在 我已经比爸爸还要高了 我轻而易举的捏住他的手腕 在他逐渐争吟的表情中 一根根掰开他的手指 你确定 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打我吗 成林小声嘟囔的一句 表哥这是翅膀硬了 连爸妈都敢捂你 我拍了拍褶皱的衣领 神情冰冷的看向他 你说的对 所以不想挨揍就闭嘴 妈妈声音尖锐的响起 反了天了 你给我滚出去 一瞬间 所有目光都落在我的身上 我面色如常的镜杂物间 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 我这就走 见我真的要走 妈妈不由自主的向我挪了几步 伸手似乎要懒 成林的声音马上响起 妈 你看他现在 这副目中无人的样子 让他自己出去吃点苦 才能长记性 妈妈的脚步停了 向我伸出的手顿了顿 最终捶了下去 我自嘲的笑了笑 对着记者们说道 抱歉 我家的情况 你们也看到了 麻烦和我一起出来说吧 我的脚步刚刚跨出门槛 爸爸的声音再次响起 等等 我的心微微一颤 猛的回头 要走可以 把手里的东西给老子留下 这些都是老子花钱买的 你要走自己走 别带走这些东西 心中刚刚燃起的希望 转瞬破灭 我将在门口 一半身体在开着冷气房间中 一半身体在炽热的阳光下 正午阳光映射出的阴影 正巧把家和外界 划分得明明白白 随手把简单的包裹 扔在房间中 大踏步出了门 我无处可去 想了想 带着记者来到了小区的广场 记者自我介绍 说他姓务 然后他示意拍摄先暂停 面色有些尴尬地问我几个问题 不外乎是家庭状况 家人关系 以及成林和我们的关系 他的语气小心翼翼 似乎生怕戳到我的伤心处 我有些无奈地笑了笑 看他这副情绪低落的样子 甚至好心安慰了 我们说话的间隙 上次帮我包扎的医生正前入屋 看到是我 他马上走了过来 白话 这么毒的太阳 你们站在外面干什么 上次帮你包扎完 你也没来换养 正好我看看 你的伤口怎么样了 我这个好心的医生 露出个真诚的笑容 我爸妈回来了 我就一听到我爸妈回来了 医生阿姨夸张地大声尖叫起来 你那父母还知道回来 你受伤那么严重 他们拍拍屁股就去旅游 一分钱都不给你留下 阿姨就去帮你说道说道 我慌忙拦住兴致高昂的医生阿姨 阿姨不用去了 我刚刚被他们赶出来了 医生的表情将在脸上 半嗓才开口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 孩子一身的伤 他们不管不问 带着借宿的表弟去旅游 倒把这么好的孩子 跟在家里自生自灭 你们说说 他似乎心疼极了 眼眶通红 哽咽着停下了声音 有些不好意思的看了看我 我心中五味杂陈 又安慰了医生几句 看啊 所有人都觉得不公平 所有人都会替我感到委屈 人有些恍惚 我却觉得 心中前所未有的亲密 未来我要为自己而活了 在我的安慰下 大家好不容易才缓和了情绪 记着眼睛一顺不顺的看着我 半天才马上歉意的说道 咱们现在还不如一个孩子 明明是孩子受了委屈 还反过来安慰起咱们 一会儿采访完 李哥给你摆一桌 咱们吃点好的去 王医生听了这话 又急匆匆的开口 去阿姨家吃 阿姨最见不得不平时 阿姨亲手给你做你爱吃的 我看着面前争抢的二人 终于发自内心的笑出声 笑着笑着 我的眼眶再次红了 双方争执不下时 张老师蹬着自行车赶来过来 李老远 他就看到了我们一行人 急匆匆的从车上跳下 三两步来到近前 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孩子 好孩子 手的云开渐月明亮 说完 他似乎也红了眼眶 最终在三方的陪伴下 记者结束了对我的采访 接着 他们又在我的沉默中 把我的暑假生活 安排得不如缝隙 李记者是行业中的翘楚 认识很多大人物 他承诺会介绍 我给富商家的孩子 辅导功课 我还在犹豫不决时 李记者就看出了 我心中的意义 他说 越是有钱人家 对教育资源就越是看重 像我这样的状元 是市面上最抢手的顶尖资源 说完 他还意犹未尽地加了一句 只有鼠目寸光的家庭 才会放着这样优秀的孩子不要 去清静一个烂泥浮不上墙的东西 张老师和王阿姨 对我的晚饭 做了精准的划分 135去张老师家 246去王阿姨家 只留出周日 可以供我自己选择 我每每要开口拒绝 他们便会马上打断我的话 你可是一年只有一个的状元 来我们家 还是我们占了便宜呢 我看着面前 一张张带笑的面庞 最终点了点头 我当然知道 知识不会通过一起吃饭传播 他们是真的可怜我 想为我撑起敌方小小的天地 从前 我始于在外人面前 暴露自己的伤疤 那是我固执地认为 得不到亲生父母的恋爱 是一种很羞耻 很丢人的事情 比考杂了还要丢人 比输掉篮球赛还要丢人 可现在我终于想通了 不是我的错 我不丢人 也不必为此感到抱歉 我从前只是一个 被困在球龙中 无力反抗的孩子 不得不接受所有不公平 但现在的我 已经可以去闯荡出 属于自己的天地了 如果可以俯瞰我的一生 那么至此 我已争破球龙 我该去跑 该去飞 唯独不该自己困住自己 这场漫长的对话 终于结束时 久未见面的柳如烟 出现在了小区 不多时 成林也下了笼 我既然已经离家 就不想再因为 和成林的关系 再生事端 可成林显然不这么想 他看到我 马上带着柳如烟走得过来 走得这么硬气 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了 什么高考状元 在我看来 不过是丧家知犬罢了 可笑 我看着成林挑衅的表情 毫不留情地 一脚踹在他的肚子上 这一脚下去 他直接踉枪着坐倒在地 你敢打我 我现在就去告诉爸妈 让他们关你禁闭 我似笑非笑地 看着狼狈的成林 冷声开口 你真以为 那扇破门关得住我吗 成林脸色大变 他似乎刚刚发现 脱离了家庭的稚固后 他的所有成就加在一起 就连给我舔鞋都不配 我住进了 全市最厉害的商人家里 为了方便 我辅导儿子功课 他们直接在别墅里 给我安排了房间 不是杂物间 也不是庸人房 而是真正的卧室 我站在装潢豪华的卧室 我就在那间杂物间 睡了六年 和我想象的附加少爷不同 这个叫做顾亲的少年 勤奋好学 没有一点大少爷脾气 我们相处得很好 同吃同住 学习的间隙一起打球 熟悉后 他不再叫我小老师 反而叫我哥哥 有时我会有些错愕 为什么同样是少年 同样叫我哥哥 顾亲和成林 却偏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 一个温和有礼 勤奋上进 一个纠战雀巢 心如蛇蝎 想到他 我又想起了自己的父母 想起了我遭受冷眼 和嘲讽的日日夜夜 已经一个月了 我身无分文独自在外 他们一次都没有找过我 似乎是看出了我的情绪 顾亲直逐着开口 哥 你是不是在想你爸妈呢 要不回去看看他们吧 我陪着你 隔着家门 我就已经听到了 爸妈和成林的声音 不知道是发生了 什么开心的事情 他们的声音中都带着响 我敲门的手将在了远处 转身想走时 门却被从内打开了 看到我 妈妈表情中的心血一闪而过 很快换上了厌烦 在外面混不下去 知道回来了 成林惊讶的声音在客厅响起 表哥是终于想通了 回来给我们道歉的吗 我看着他们张了张嘴 没能发出声音 原来一个多月的不管不问 是想看身无分文的 我活不下去 主动回来道歉啊 心中的最后一丝火苗熄灭 我转身想走 顾亲却捏了捏我的手 大跨步走进家门 你们也知道 对于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来说 没钱活不下去啊 爸爸不悦的皱眉 你一个半大小子 还管起我们的家务室来了 瞬间起身 把我们让到了沙发上 不好意思 是我们眼拙 您别介意 不仅他们 就连一向眼高于顶的成林 眼睛都亮了 眼巴巴的凑了上来 不少眼 我这个表个人品不好 又虚荣贪财 他如果有得罪你的地方 我替他给您赔个不是 他还想再说 爸妈就开始用咳嗽声 对他进行警告 右眼神示意他闭嘴 接着妈妈熟络的拉起顾亲的手 原来白话这段时间 是在你那里 他 他就会死学习 没什么别的长处 还是我们成林又聪明又机灵 您要是缺完伴 不如把小林带走吧 他比白话强多了 我本以为 离开这么久 他们再见我 至少会有一丝抱歉 可他们并没有 不仅没有 他们还想从我手中 抢走 我现在唯一的出路 为了成林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得出 哪怕已经被父母伤害过无数次 可面对这样赤裸裸的算计 我还是止不住的心酸 顾亲不懈的择了一声 直接上下打量了成林几眼 长得矮 还这么胖 学习怎么样 爸妈似乎从这句问话中 听出了机会 忙不迭的开口 学习好着呢 考上了咱世里最好的大专 顾亲愣了几秒 随后哈哈大笑起来 这种一无是处的货色 在你们嘴里 比我老实强 我说叔叔阿姨 你们就算是年纪大了 也不至于眼花到这种程度吧 爸妈谄媚的神情将在脸上 但他们并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沉默几秒后又张开了嘴 您是顾家的功夫 邀老师 那还不是一抓一大把 我们成林从小脑子就活饭 让他陪您玩 您当跟班 正好合适 顾亲冷吃一声 这种货色 给我当跟班 我不要面子的吗 我看他脑子是活饭 不然也不会放着 这么优秀的老师不要 反而处处用下 三烂的手段搏通情 真是无情 听了顾亲的话 爸妈终于收回了 谄媚的表情 他们似乎这才确信 在外人眼中 是成林遥不可及的存在 接着 爸妈的目光看向了我 带着深深的打量 他们的眼神有些陌生 好像第一次认识我一样 成林本就是个浮躁的性格 又在家中被偏爱多年 一点委屈都受不得 被顾亲劈头盖脸的一顿点滴 他目光阴沉的开口了 你算什么东西 凭什么 跑到我家来说三到四 顾亲神色淡然的回答 我是顾洪志的儿子 也是白话的弟弟 这里是白话家 我凭什么不能来 听到白话家三个字 爸妈忽然沉默 顾亲迅速打量了爸妈的脸色 接而开口 本来想陪我哥回家看看 没想到这个家 好像不欢迎他的主人 我本来还很好奇 是什么样的家庭 能培养出这样坚韧不拔的孩子 没想到不是你们培养的 而是他自己在泥泥中挣扎 才终于看到了一线天光 妈妈的脸似乎有些红 或许是被一个小辈 毫不留情的指责 让他觉得丢人 也或许 他终于想起这些年 我遭受了怎样的对待 爸爸喘着粗气 神色有些羞愧 但很快 成林的声音打破了尴尬 你根本不知道 白话是什么样的人 就给他撑腰 我看你才是不分好坏 顾卿抬眸扫了成林一眼 富佑开口 我哥 是什么样的人 他是在自己家里住杂物间的人 是膝盖受伤感染 却没钱看病的人 是满心欢喜 等着父母实现诺言 却还是被辜负的人 你们把他赶出家门 想得全是让他在外面受过 然后回来第三下四的求得原谅 可你们想没想过 他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 他孤身一人 在外面怎么活 妈妈哑口无言 爸爸声音有些干涉的开口便捷 我们 我们没想那么多 只是想着他现在脾气大了 需要搓一搓锐气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 最后还是闭上了嘴 他们似乎终于想到 我独自在外面 成林却代替我 享受着家里的一切 妈妈眼眶有些红了 从我回来到现在 他终于走到了我身边 白话 是妈妈考虑不周 你 你别放在心上 妈妈晚上给你做你爱吃的油闷大虾 咱们好好团圆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顾卿打断 阿姨 你又忘了 我哥不爱吃虾 他爱吃肉 爱吃菜 但是对于海鲜 从来都不碰一下 顾卿的语调中 满是饥讽 随着他的话 妈妈的脸色逐渐苍白 油闷大虾 一直是成林的最爱 爸爸像恍然大悟一样 拍了拍脑袋 这些都是小事 白话是个好孩子 不会在意的 我抬头对他露出一个客气的笑容 你错了 我在意 怎么会不在意呢 没有一个孩子 可以不在意自己的父母 也没有一个孩子 可以面对偏心父母时 还坦然处之 在一片安静中 我又补上了一句 不过那是曾经 现在已经不在意了 妈妈的眼泪 忽然落了下来 我有些好奇 他在哭什么呢 哭我终于有了美好的未来吗 总不会是区别对待了这么久 忽然对我于心有愧了吧 我不想继续待在低气压的家中 拉着顾卿起身告辞 爸爸忽然上前拉住了我的手 白话 过去是爸爸妈妈错了 你你留下吧 我对上他的目光 心中却没有什么情绪 我终于等到了 期盼过无数次的 来自于父母的歉意 可已经太晚了 我已经不想要了 成林不会放弃 任何作妖的机会 他忽然平地半了一跤 然后夸张地叫喊起来 然而这一次 爸妈都没有去扶他 连半个眼神都没有分别他 如果曾经 他们可以这样对我 哪怕只有一次 我也不会心如止水地 看向爸妈的眼睛 可现在 我只是长叹一声 带着顾卿转身离开 上了顾家的车 顾卿又恢复了 从前活蹦万跳的样子 哥 我刚才帅不帅 是不是很有压迫感 我被他逗得笑了起来 帅极了 很有大家族继承人的样子 笑闹一通后 顾卿忽然恢复了严肃 哥 你不用担心之后的事情 你要向前走 学生愚钝 但是可以当你最坚强的后奔 我看着他澄澄的眼睛 沉默着点了点头 我当然知道 顾卿来这一趟 是为了给我出气 他孩子心性 根本不知道 如今我对家人的爱 早已被磨平 恨意义人 我的父母于我而言 早已是陌生人了 后来的一个月 爸妈到顾家来过几次 听说他们有时带来了 我爱吃的饭菜 有时带来了 为我新闻的衣服 可是我早就不需要这些了 最后一次 爸爸带来了 我一直珍藏的相册 听到这个消息 我还是去了门口 爸爸头发有些花白了 他笑着把相册往我手里塞 白话 你看 这是你一直珍藏起来的 不知怎么掉到了垃圾桶里 后来被妈妈捡出来 放起来了 你看看 这上面都是 咱们一家人的美好回忆 我接过相册 随手翻了翻 这里面有我从小 到初中前的所有快乐回忆 直到成林来我家后 戛然而止 我笑着把相册 翻到最后一页 伸到爸爸面前 爸你看 留出来的这一页 我本来想放高考后 你们来接我时的相片 你知道吗 我平时不爱出风头 但那天怕你们在烈日下酒等 我提前交卷 第一个出了考场 为了这个承诺 我没有带回城的路费 那天我等到天黑 然后一个人走回了家 一向庄严持重的爸爸 听了我的话 忽然抖得如同风中落叶 他抬起头 时我才发现 他在哭 他死死攥住 我的手不让我走 白话 爸爸妈妈错了 我们知道错了 你能不能原谅 我们这一次 我摇了摇头 我不会再经历一次高考了 那张期盼已久的相片 也不会再留 我随后把相册 交给一旁的管家 丢掉吧 然后转身离去 我去报道这天 来了很多人 有帮过我的王阿姨 有架着长枪短套的李记者 还有恩师张老师 一群人闹哄哄的 挤在顾家 为我送行的车上 欢欢喜喜的 聊着我的未来 车速很慢 因为顾青 还有很多和我聊不完的话题 拐出别墅区时 我在后视镜里 看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 大家似乎也都看到了 欢闹的气氛 忽然沉寂下去 我露出一个 发自内心的笑容 看向大家 然后对着司机嘱咐了一句 咱们快走 不然赶不上报道了 我要奔向更美好的未来了 全文完